嗨 又是我 這次就是來一個2月的Port of Review 片 我先說化妝品 這兩個都是Too Faced的產品 一個是Blush & Eyeshadow Palette 一個是她的Eye Primer 我自己喜歡這個palette的原因是因為她的blush 因為她的顏色是超美 是很霉紅很自然的感覺 所以我繼續用 不過她有美中不足的東西是她都很飛粉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不一般的 一個Eye Primer 其實我之前也介紹過Addu House那一款 那一款如果夏天用太熱太潮濕的日子 都會有少少氣摺 但這個就完全不會 而且她是塗很少很少就夠 但這也是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她有顏色有少少肉色 如果你的份量拿捏得不好 拿得太多的話就會突然白了一疊 但其他東西都沒有問題 主要就是拿捏份量和茶方面 就要花點心機 之後就到兩樣Maybelline的產品 先說這個 這個其實都很出名 很多人說她好用的 這個Instant Entry One的專遮瑕眼圈 眼底的一個遮瑕膏 但我自己覺得一般的 我覺得她是薄的 但還有她有個海綿頭 好像很方便 但遮瑕力不夠 我去日本也拿了她 我就打算用她來遮瑕 我覺得遮不到 然後我打算用她來遮瑕其他東西 遮暗瘡、遮印等 那些也是遮不到的 紅印也是很流流的 而且她很容易脫掉的 所以我覺得 一般的 這支都要80元 所以這個我是不會回購 我覺得很普通 反而這個The Luce Palette 我挺喜歡的 因為她的顏色 都很容易搭配 就算上班、平日 或是外出或去玩 都可以搭配到很漂亮的顏色 我多數會一個淺 一個深色的使用 那就是最常用的東西 那她也百多元 不貴 而且粉質也算是這樣 少少非粉 但可以容忍可以接受的限度 而且她顯色度也不是說沒有的 我每樣覺得好的東西 就是後面也會有配合 如何配襯 那些顏色才會漂亮 所以百多元的一個 drust store product 是可以給的東西 之後我就想說這個 這個是我在日本買回來的手霜 那我第一樣喜歡她 就是她的包裝 她是一盆東西 然後這樣揭開 就可以搭來塗 你看到她有些橙色的點點 她主要是割側 都可以滲透到 而且她塗完 是有一個膜包著她的手 還有我手指邊緣這些位 死皮是好很多 沒有以前那麼乾 這件事是我很喜歡她的地方 而且包裝很方便 後來我媽媽跟我說 我香港的沙沙原來也有得買的 那我就未去證實 但是希望都有 那我用完就可以再買來用的 那我發現原來這個 都是Shashado的出品 都是沒有香料 沒有味道 所以你就不要想著它會很香 都是日本買的產品 這個也是Shashado的產品 就是塗嘴的 那我當時在日本是很乾 乾到個人完全不知想怎樣 但後來我男朋友就爆嘴角 她說乾到 聽到噴聲 然後就裂了 然後就很痛 整個嘴都爆了 然後她說這樣不行 所以都被迫著要買 那我阿姨和購母那些都說 這隻很好用 那我就買來試試看 那算是真的很好 然後呢 就一直都是這樣塗 因為呢 它也是一個 比較 潤身的質地 所以塗完很快就滲透 爆刷的地方 很快是舒緩到 不會再乾的 還有晚上塗 都可以耐滅到第二次 還有最重要的 就是我塗完它 我都可以塗到 有色的唇膏 不會說張住你的嘴 或者令你的唇膏稀了 會有些稠 推不到的感覺 因為如果你塗過那些太厚的 那些潤唇的產品 你之後是很難塗唇膏的 但是它是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還有這個韓國的Shine的一個 發尾油 我是在香港買了四十多元的 但這個我對它的評價是不行的 很普通的 塗完是那一刻香那一刻 但吹完頭又沒有了感覺 又都是這麼乾 像一片草一樣 所以我不會再買 我對它的評價就是這樣 然後也想說Mask 這個就是天生雪蓮的Mask 其實也很多人推過的 我也是聽到別人說 自己也買來試試看 我覺得它是很好的 保濕是很好的 因為它面膜也是偏薄 所以很貼面 還有它有少數的Paper Mask 在敷的時候 感覺到泵水進去的感覺 多數我是Cream Mask 或者Gel Mask 才會有這種感覺 但它就不是的 Paper Mask也有那種很刺激的 泵水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 補水效果是很顯著的 這個就是肌然極潤的保濕Mask 它這個就是最傳統保濕的那一款 都是沒有橫色 沒有香料 沒有味道 這個我覺得可以 一些敏感皮膚的人都可以用 它面膜紙方面 就沒有這個 那麼薄 那麼貼的 是很普通的面膜紙 但是它的效果也很好的 我去日本也是敷它 很快就可以有好保濕的感覺 還有這個 你在Lok On 或者沙沙買 是會便宜一點的 是好像108元有12塊 但如果你去萬寧買就會貴很多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便宜 如果你每天都要用 或者你都很注重保濕 或者你都很喜歡保濕一下 這個是可以長買 長住在你家裡的一個選擇 然後這個也是面膜 就是Keep Your Cool Breakout Calming Mask 我之前也有說過 我在垃圾的時候買它來試的 其實它有一點舒緩的效果 但是紅豆去印那些 我就不太覺得了 敷完它 我就覺得一些紅印 或者本身準備爆 那些地方是冷靜下來的 沒有那麼厲害 火山口也沒有那麼紅 這個是我看到唯一的效果 還有我一件不喜歡的東西 就是敷完它 我覺得我沒有東西可以再給我按進去吸收 那我就迫著洗臉 因為是很絕的 敷完五分鐘已經 就算我塗很厚 都很不知怎樣 還有它是有一點點閃粉的感覺 所以我敷完它 我都習慣了會洗臉 我就未接受到不洗臉 再塗其他東西上去 接下來就是一些試用 試用都想先說了面膜 這個我已經用了剩一塊 這個是一個 Anti-aging的面膜 它是台灣的牌子 暫時來說 就是在香港的藥房才可以買 就沒有很多地方可以買 但原來它的效果是很好的 不只是 Anti-aging 它保濕又做到 然後又有一點點撫平細紋 去印都做到 所以敷完它的時候 保濕 看到細紋撫平了 還有我的印就不是收光 但是淡了一點 還有整塊臉是亮白了一點 它撕出來也是很薄的面膜 很甜面 還有精華很多 所以敷完也可以按摩一段時間才吸收 但PR姐姐建議我敷完不要洗臉 那你就慢慢吸收 如果還是不習慣 可以用紙巾忍一忍 忍一忍就精華再塗臉上去保濕 都是同一個牌子 就是這支精華 它是一個白性淡的精華 它有保濕的作用 還有有修復的功效 它支出來是GEL狀 保濕程度是可以做到的 還有它是不黏的 就算我很潮濕的日子 也不會黏 還有塗了它 毛孔也有收到的 我看到收了毛孔的效果 但去印我就暫時未見到 不過我塗了它 我覺得自己白了一點 好一點 還有是當保濕精華這樣用 所以我覺得蠻好的 這個好像二百多三百元左右 都是跟這個面膜一樣的牌子 所以暫時來說 都是某些藥房才可以買的 我再問一下在哪裏可以買 我就會打回下面的資訊欄 但這個精華我是每天都在用 早晚都在用的 就算化妝之前用它 都沒有問題 不會起擦膠水 而且它是眼睛都可以塗的 所以我就當它做眼睛精華這樣塗 這個是BVC的洗面膏 不知道大家看不在 我用剩好一點 我用了超過兩個月 我多數是配合Carrisonic去用的 因為洗面膏可以起泡 而且可以配合洗面肌 所以用乾淨 我多數晚上用它 就塗在洗面肌上 然後全面這樣洗 因為化完妝下完妝這樣 我覺得洗得乾淨 洗完後面涼白了一點 但它又不會很乾的 就算我冬天用也不會很乾 它是一個很好的洗面膏 所以到現在我一用洗面膏 我都會用它來配合這樣用 這個品牌 它是一套的 它還有一些爽膚水 但我覺得爽膚水太普通了 所以我不來出來講 主要講洗面 洗面我自己早上用 它是泡泡 用它是不會乾的 都OK的 不太差 一個正常的洗面 但它這個系列是很濃的香味 所以如果你是皮膚敏感的人 我覺得你真的不好試 是一個正正常常的泡泡洗面 乾淨的也不會很乾的 這是我對它的評價 另外它還給了這個保濕的凍膜面霜 但是這個我是不喜歡用 我是覺得不好用 這個我用了一次 還是用了兩三次 已經沒有再用 為什麼我用兩次就放棄它呢 你看到它是超級啫喱的 我開始想說 這麼啫喱應該都OK保濕之餘 都是清爽的 而且它也寫說是清爽 不會是黏的那些 但我用完它 黏都算了 我用完它 我洗完臉 塗完其他東西 再塗它 我是半個小時 立刻整個臉飆油 油都一定要再洗臉 再塗其他東西 所以我是用了兩三次 已經不再用了 可能真的不適合膚質 還是怎樣 是超級飆油 整個臉飆油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再用下去 我就會準備生粒粒的 因為我也有被我男朋友試過 他說他也覺得很黏 所以我就覺得不好用 這個我不會再用的 抱歉 但相反這個 就OK的 我也有保持著用 用了大半支 這個就用不了洗臉機 如果用泡泡的話 所以多數就自己頭上用 或者用手洗臉的時候用 這泡泡都蠻密的 還有擦完上面 還有泡泡 不會一擦就沒有了 洗完是不乾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蠻不錯 好看 我看見明天 拜拜 拜拜